首次低于1%,有网友就说了,这人口出生量在不断的减少,那么社会上盖这么多的房子,以后到底要卖给谁呢? 今天我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,未来10年的房地产走势,其实国家这两天也给出了论调,我们一起来听听,大家好,我是李云飞,关注我,每天为你分享一点财富干货。 2020年,我国人口出生率为0.852%,首次低于1%,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.145%,如果今年新出生人口还持续走低的话,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出现人口负增长,其实我国人口从2017年开始就出现了四年降,这人口出生量的下降主要原因除了人们观念的改变以外,最重要的就是人们的生活压力大所导致的。 那因为随着经济的内卷化,人们赚钱本身就已经很不容易了,但同时还要面对房子、教育、医疗这三座大山。 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窘境下,老百姓又哪有心思去养儿育女。 今天我们不探讨如何提高生育率,我们来聊一聊当前的这种人口现状之下,房地产商盖这么多的房子,以后到底要卖给谁? 聊到这里,我就不得不说一说房地产市场的现状,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。 在房地产政策的高压之下,我国今年的房地产市场可谓是发生了过山车式的大转变。 从年初的房地产市场过热,转变为下半年的房地产市场过冷。 一些城市甚至还出台了相关的购房补贴政策来促进房地产交易。 反观,国外今年的房地产市场可谓是一片火热,随着全球货币大放水、通货膨胀,国外房价迎来了一片高涨。 根据数据显示,截止到2021年第二季度,全球平均房价同比上涨了9.2%,其中,韩国全国房价今年平均上涨了19.08%,创下了14年以来最大的平均涨幅。 新西兰房价涨幅为25.9%,美国和斯洛伐克的房价涨幅也均达到了18.6%,土耳其房价涨幅更是高达到29.2%,位居全球第一。 为什么国内外房地产市场会出现如此冰火脸虫天的现象呢? 那就是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是由市场和政策双向因素决定的。 想涨,它并不一定就会涨,想降,它也并不一定就会降。 就在前两天,国家就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现状给出了论调。 那就是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的需求, 促进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。 大家注意了,一个是更好的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的需求, 一个是促进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。 那言下之意就是房价不能大涨也不能大跌, 因为价涨伤民,价跌伤企, 这都不是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。 我们说完了房地产市场的现状以后, 我们再来说一说房地产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。 我从两点来讲,一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, 当下我国正在借鉴德国的发展经验, 未来我国要打造高端制造业和高新科技业, 要科技新国,技术强国。 我们看看德国就是以制造业完胜的国家, 在这种经济主体之下, 从1997年至今30年时间, 德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增长了三倍, 而房价仅增长了约60%。 德国长期以来也一直将房地产业视为社会福利体系的一部分, 并且不会过多的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。 高收入,低房价, 德国人并不会为买房难而发愁。 所以从这点来讲, 未来我国从大方向上肯定会慢慢的边缘化房地产经济, 让房子真正的回归到房住不炒的属性上, 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已。 二是从人口发展的角度上来讲, 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建设和发展, 一线城市稀缺资源的房子永远是求大与共, 那因为有经济活力的城市永远都会吸引大量的人员进城务工, 从而带动房价一路走高, 即使人口出生量一少再少。 另一方面, 那些没有经济增长价值的城市里边的房价只会是越来越温和, 再加上人口的下行, 那这些城市的房子只会慢慢的走向过剩的局面。 根据数据显示, 中国目前有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, 像鹤岗、福星, 这些城市有的房子只需要几万元一套。 所以, 不管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, 还是从人口出生的角度来看的话, 未来的房子, 不管卖给谁, 大部分城市的房子只是个商品而已, 将会失去经济属性。 那么, 反过来我们再问一句话, 如果房子失去了经济属性, 没有了利益空间可言, 那么房地产商还会建这么多的房子吗? 全国人口出生率首次低于1%, 房地产商盖这么多的房子到底要卖给谁? 对此, 你又会怎么看呢?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,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